古装剧作为影视剧市场的一大常见题材 拍好了就是宝藏剧 人人叫好 倘若拍得一塌糊涂 势必也会引起观众的吐槽 在众多上线的新剧当中 有丁宇熙和邓恩熙主演的古装悬疑剧《长乐曲》 自开播收视率就达到了0.6436 并且容灯卫视收视榜 接连开播三天后 更是实现了双榜登顶 其中包括电视剧热度榜冠军和卫视收视榜冠军 《长乐曲》从主演到配角 演员阵容虽然大多以年轻人为主 而且也没有所谓的流量艺人 但还是能够在众多新剧中脱颖而出 与剧组宣发有很大关系 在剧里 邓恩熙扮演的是严辅淑女颜姓 从小就习得一身断案的本领 本来志在探案伸张正义 结果阴差阳错替姐姐出嫁 与丁宇熙扮演的那位辅大格领沈渡成婚 两人先婚后爱和双强的设定 以及携手破案促进感情升温的剧情 虽说早已司空见惯 但在两位主演演技的加持下 使俗套的故事情节多了几分新鲜感 尤其是丁宇熙的演技 更是备受观众好评 在众多戏份之中 她的眼神戏进步之大 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两人在拍吻戏时 丁宇熙全程没有台词 却能够从她的眼神里明显看到眼神在拉丝 不同场景下眼神里又能通过细腻的演技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情绪 在诠释令人闻风丧胆的主角设定时 丁宇熙全然抛开刺牙咧嘴的装狠 选择云淡风轻的方式 通过眼角细节刻画横力 风雪之中回忆起来路的落寞 喝醉之后红了眼眶的情不自禁和悲情 都被丁宇熙演绎的细致入微 不仅是在剧里 戏外的丁宇熙盯着邓恩熙 眼神看上去又黏又深情 仿佛在她的眼里 当下就只剩下邓恩熙一个人 两人在拍摄时尚大片时 眼神交汇 对时带来的心动画面简直不要太好客 在录制节目期间 两人互相咬住玫瑰花 更是将暧昧氛围感直接拉满 邓恩熙在节目中 更是毫不避讳地称呼丁宇熙为哥哥 并通过镜头展示对方送给自己的可爱相机 相较于距离四批潮的火热 戏外却形同陌路 各自不沾边的演员 像他们俩这样大大方方公开营业的艺人 实在是难得一见 对于他们而言 积极营业并不等同于假戏真作 不过是长乐曲的甜蜜售后罢了 长乐曲不仅主演阵容积极营业 而且还十分配合 默契十足 让观众尝到了一条龙服务的甜头 响气剧都还有些不舍 也正因此 丁宇熙的演技才能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随着该剧热度攀升 丁宇熙除了演技 其身材也受到了颇高关注 身高1米81的丁宇熙 在剧中的装造又帅又拽 每套造型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再加上她那张冷俊英气的脸庞 一看就是身材很好的样子 不曾想 丁宇熙只是身材保持得很好 苗条而且没走样 却不见健身后的肌肉傍身 就连腹肌也成了奢望 网友见此情性 心里难免产生落差感 并直呼其身材实在不敢恭维 毕竟 在95小身行列里 身材好的不计其数 在蕴色过浓里的她 解开衬衫后映入眼帘的 白花花的一片 也让不少网友滤镜瞬间破碎 丁宇熙也不算白白出演 直接向观众印证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并非所有瘦子的腹肌 是瘦出来的 他们也为此付出过汗水 丁宇熙仿佛也听到了网友们的心声 将健身提上日程 想必坚持下去 早晚有一天也能被其身材惊艳到 而丁宇熙与邓恩熙 主演古装新剧长乐曲 剧情迈入高潮 两人终于解开误会 坦白彼此心意 还上演浪漫鸳鸯欲 两人在花瓣之中热吻40秒 让网友暴动 但剧组是出花絮中 其实画面并不浪漫 因为水缸不时传出的水泡声 让两人频频笑场 而网友也发现 邓恩熙原本在这场戏 有句台词被删掉 直呼相当可惜 丁宇熙在2017年出道 短短三年就与传闻中的 陈千千晋升男主角 此后片约不断 还受封天选古装男神称号 去年丁宇熙与于书欣搭档演出 《永夜星河》 因为于书欣频频请假 影响到丁宇熙的进度 只能延后新进组 还传出丁宇熙在片场被气哭 如今推算 当时丁宇熙准备拍摄的 就是长乐曲 而长乐曲在4月拍完 8月就播出 可说是非常神速 长乐曲最新剧情中 邓恩熙饰演的严幸正在泡温泉 丁宇熙饰演沈渡则晚一步到浴池 而沈渡患有夜盲症 所以严幸吹熙所有的蜡烛后 牵着沈渡的手进浴池 而后沈渡坦白自己的心意 两人在满是花瓣的温泉中 吻40秒 让不少网友看得连连叫好 直呼非常浪漫 邓恩熙他那吻戏 简直就像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 就是那种 情之所动 小心翼翼的试探 最后终于鼓起勇气 吻上去的感觉 看得心里都跟着一起紧张 一起激动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 邓恩熙这吻戏 简直就是青涩接吻的教科书啊 看来大家都被他的演技给征服了 再说说丁宇熙 他那吻戏也是绝了 小心试探之后 那眼神强势又带点小心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 丁宇熙这吻戏 简直就是不敢吻的代表作啊 看来大家也是被他的演技给逗乐了 说实话 这场吻戏之所以能成为今年古偶最佳吻戏 仅限我看过的古偶 并不是因为他拍的有多纯情唯美 而是因为他有情绪有递进 和人物感情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他的氛围是流动的 角色的爱意是相互呼应的 说得我这心里都跟着一起感动了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 这场吻戏简直就是纯爱的代名词啊 看得我这心里都跟着一起 小路乱撞了 看来大家都是被这场吻戏给深深吸引了 剧组也是出花絮 只见邓恩熙先泡在温泉里 他牵着丁宇熙下温泉时 因为是着泉桩 所以丁宇熙的位置 不断有水灌进衣服 进而出现许多气泡 两人也忍不住笑场 而后导演一步步带领两人入戏 原本邓恩熙的台词 是误以为丁宇熙喜欢男生 当他说你心里有攀驰 被我说中了吧时 丁宇熙傻眼之鱼 马上回应 你说我不惊女色 其实是我心里有喜欢的女孩子 并随即告白邓恩熙 粉红泡泡满意 说实话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很不错 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场吻戏拍得好 更是因为整部电视剧的演员们都演技在线 剧情也紧凑有趣 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集了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 这部电视剧 简直就是今年的黑马啊 看得我这心里都跟着一起激动不已了 看来大家都是被这部电视剧给深深吸引了 至于这场吻戏嘛 只能说它是整部电视剧的一个亮点啦 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邓恩熙和丁宇熙的演技炸裂 还让我们感受到了纯爱的美好和力量 有人说 这场吻戏简直就是纯爱教科书啊 看得我这心里都跟着一起 小鹿乱撞了 看来大家都是被这场吻戏给深深吸引了 这简直就是一场吻戏的革命啊 咱们平时看的那些吻戏 要么就是唯美的让人想舔平 要么就是激烈的让人脸红心跳 但这一场 真是让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青涩与试探的纯爱碰撞 最后呢 想说一句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 那你就out啦 赶紧去看吧 保证让你看得停不下来 开个玩笑啦 不过说真的 这部电视剧真的很不错 值得一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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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